主料,低筋面粉150克,黄油70克,细砂糖75克,苹果300克,玉米淀粉10克,辅量,肉桂粉,盐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将低粉过筛,混入细砂糖,将软化的黄油或和粉类搓成粗粒状,加水和成面团,放冷藏室松弛一个小时以上, 取出松弛好的面团,改成3毫米厚的片状,平骨在派盘上,用擀面杖在派盘上滚过,去掉多余边角,用叉子在派底加些小孔,以便排出热气,苹果切1厘米左右的方块,泡在大盐水里,以免氧化变色,称出所有的配料,细砂糖,盐,肉桂粉,用水把玉米粉调成糊状,找一个厚一点的锅, 我用的热锅,把黄油融化,倒入苹果里翻炒,倒入全部的细砂糖翻炒,这时苹果会煮好多只,继续炒,直到它们变软,倒入调好的玉米粉,盐,热桂粉拌匀,将派馅填满派皮,烘焙即可,烹饪技巧,热桂粉的味道很配苹果, 我没有再怕上加改,就直接将苹果线露出来,吃得好过瘾,苹果的清香里混合着一丝肉桂的味道,又有浓浓的奶香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